那些照片 让我想起了我妈妈 而那些造型放到现在 依然是美的 我终于明白了 妈妈说的经典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决定 我来应聘美丽主编助理 我希望见证这本杂志 是如何创造经典的 我想成为 延续这个经典的女分子 怎么样 怎么样 下一位 陆小葵 到了 我会加油的 再遇上去 你好 我叫陆小葵 我是师范大学主任专业的 你好 你是来面试韩组编助理的 你是来面试韩组编助理的 师范专业 这一听起来 这不是我们时尚圈的人吗 没头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好像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我 我是吗 对啊 之前面试你的时候 潜力上也有写过 那你就是我的师姐了 师姐 你好 陆小葵 你认为 主编助理是一份怎样的工作 嗯 我觉得是像树叶一样的工作 请具体解释一下 我觉得主编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干 编辑门就像树干上的树枝 而助理呢 就是树叶 刮风的时候为树干遮风 下雨的时候为树干挡雨 而秋天树叶落下的时候 可以继续为树干提供营养 在我心中 助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我是说 大部分的面试者都觉得 助理只要完全听从于 主编的安排就好 主编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而你反而觉得 助理要像树叶一样 给树干车锋当雨 因为我觉得助理的工作 就是要保证主编 能够处于最好的工作状态啊 很有趣的想法 这幼儿园交小朋友的东西 都拿车糊弄人了 吕徒朱 你有什么见解吗 我没什么见解呀 反正都是面试 韩主编的助理嘛 我没意见 您看着办啊 好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被刷了 我也说不准 可能就失败了吧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韩风可能早在你 拍到头条照片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你了 他只是想让你 多一些磨练和挫折 所以派了比你 厉害得多的人 过来跟你竞争 而且他还 篡改了你的资料 让你的资料看上去 非常地糟糕 还派人在你身上 喷了非常难闻的香水 让面试官对你印象不好 真的假的 你没有骗我吧 当然是假的 你的失败 跟这些都没有关系 你评的是实力失败 不过没有关系 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总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如果 助理不适合的话 或许他们的保洁部 会欢迎你 谢谢你啊 曾冠军 你欢迎 是 曾冠军 对 嗯 嗯 陈长 说 你 那个 只会刷嘴皮子 和我们棱主编 低调务实的工作风格 不符合 不过其他面试者 也有很多优秀的 尤其是这个 陆小葵 他一看就很踏实 而且是师范毕业 我的小师妹啊 你看看 这一看就很靠谱 陆小葵 应聘的是韩主编的主 韩主编的理啊 冷主编助理也好 这说到底 都是我们风尚集团的员工吗 你何必分得这么轻呢 而且 在你们选了三个助理以后 冷主编都不满意啊 所以冷主编 特地让我过来 亲自挑选 难道你们是想质疑我 冷主编首席助理的 判断能力吗 那韩主编的助理怎么办 你这么看得上 那个郑冠军 就让他做 韩主编的助理好 他一男的 正好去先生吗 感谢大家今天参与 风尚集团两位主编助理 一职的面试 下面宣布结果 韩主编冷山女士的 新任助理是 陆小葵 先生主编 韩风先生的 新任助理是 真冠军 好了 今天的面试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您好久不见了 诊冠军 怎么会这样子啊 你想想办法嘛 我们的工作怎么会 破换呢 怎么办 我明明就应征先生的呀 你别再烦我了 诊冠军 你想想办法嘛 诊冠军 我的行李寄到你家了吗 我在去你家的路上 你家是住在乡下嘛 你家是住在乡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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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还没到啊 我家位置的定位发给你了 你 不好意思 走出来 我请你一下 二位 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我们新室友 他叫真冠君 这位呢叫陆笑愧 你们好像认识了啊 这位呢 他是谁 你好 我叫薛珍妮 我是一个娱乐记者 他们都叫我珍妮 我可以叫你冠冠吗 不行 那叫你军军 可以这样好像很生疏耶 那不然叫你亚军 哎呀 这样子不礼貌 如果叫你去 坐下 以后叫他冠军就行 冠军 所以小汪汪跟这冠军 是好朋友啊 我们其实是朋友 我们的关系 就像国王和骑士 鲁宾逊和星期五 福尔摩斯和华生 福地摩和哈里波特 拖定口渴了香喝水 小汪汪对我的感情 就像所有的汪汐人 对主人一样 赤胆重心 上刀山下油锅 抛头卢洒热血 如果说他这个世界上 最爱的人是谁 他未来的老婆 可能都会想让我喝下一杯 喝点水 还有你给我等会儿 谁是星期五啊 谁是福地摩 我也不知道 我上辈子造什么孽了 这辈子这么被你纠缠 你等会儿 烫 到底谁纠缠谁啊 老话说清楚 小时候我不就生了个病 没去上一堂课 是谁翻筛越岭来找我的 你还好意思说 你一共上过几堂课 你自己说 你小的时候不就是 一个不良少年吗 我也是年幼无知 我被他使唤来使唤去 你知道吗 但现在我不一样了 我现在有特别完善的人格 和特别正义的三观 你咋了 想喝果汁 你等着 我给你拿 橙汁还是苹果汁 橙汁 这根本就是 人性的上司嘛 但我喜欢 你看他们两个 感情好到 可以穿一条裤子 你不要这样说 会有画面 不过我们的房子里 没有多余的房间 你们两个要挤一间房吗 我拒绝 你们不一起住啊 那你只能睡那一间喽 那一间很好啊 好可爱的 我不是很喜欢可爱这个词 那间房间 还蛮适合你的 你听我说得没错吧 是不是很适合你 你哪只眼睛看得出 这个房间适合我 都很适合啊 这个露台不错 我要住这儿吧 你自己住露台 多孤单啊 要不我帮你种棵树吧 树可以陪你 还可以遮风挡雨 我觉得蛮浪漫的 而且晚上睡觉 还可以看清清 浪漫什么浪漫啊 在这儿风散露宿的 楼上有床 咱们去楼上将就一下吧 我决定了 住露台 你确定要住这儿吗 这儿什么都没有 一切都会有的 你要相信创造的力量 搞什么东东啊 这不是在做梦吧 几天就搞个房子出来 就是哪儿 你家 感觉好神奇啊 雨薇 不好意思啊 有钱人 有钱人 你看那幅画 看那个柜子 你看 我快看你了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嗯 说点什么 有什么问题想问呢 尽管 你里面有穿吗 是大海的阳光耶 是阳光看大海耶 想看我们以后 都在一起了 我们一起去看海 快点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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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加油 都以为会叉叉哭哭哭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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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感太差 换了 手感太差 换了 观感太差 换了 观感太差 换了 观感太差 口感太差 换了 口感太差 有错吗 用口感形容餐桌 没错了 那我呢 第六感太差 换了 冠军 这些都是我刚买的下去 冠军 小汪汪 你看她 她说连人家都要混掉 我可以啊 怎么样 好漂亮 高档 高级 高级 典雅 这才能衬托出我的气质吗 我现在好像是个名媛哦 这个酒我能喝吧 怎么样 现在很有气质吧 这什么鬼啊 这个是我昨天刚买的扫皮器器人 你要的是这个我喜欢的 你好 我叫小葵 请做肚子炸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就叫你小鸡啦 她叫NB666 你叫我啊 我的英文名字就叫 我性质 性质 性质 冠军啊 我觉得咱们应该可以消停一半了吧 这毕竟是家 又不是你的橱窗 家就是你的橱窗 脸就是你的名片 不用惊叹我的品位 毕竟我是世界上一流的橱窗设计师 那你的名片有点大 你的心眼有点小 往哪儿指的 去去去那边去 登冠军 这就是你不对了 心眼小又怎样 不缺就好 我觉得你不缺 你怎么说话呢 大人不打理 对不起 好了 轮到你们了 你 你 还有你 跟我来 周然 这边有很重要的东西 给条火路好不好 让开 我就随便弄你一下 很快就过去了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了 你别这样了好不好 让开 来 来 你 我 满 好 我真的很不开心 你们知道 她的垃圾有多少 累死我了 小黄黄 去帮她一下 不开心 怎么了 她把我奶奶留给我的遗产 给丢了 陈冠军 你太过分了吧 什么遗产 毒刀 她能嘟嘟穿出去 会影响世中世貌的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我影响我跟我老公 未来的婚姻生活 没错啊 不必说了 遗产什么的 都是身外之物 就还好 你知道她丢掉我的什么吗 丢掉是我二十多年来的 至高荣誉 我小学三年级的 央歌大赛冠军奖杯 被她给丢掉了 我留学时候 都没丢掉的奖杯 被丢掉了 现在你想 有点怀你 小汪汪 你不要难过 我懂你 那你要看我的杜兜 最后一眼吗 他是真的刺绣哦 上面刺了两只鸳鸯 可漂亮了 穿上去有螺眼三地的效果 你要看吗 不必了 太麻烦 你 跟我走 完了 陆小葵肯定完了 到你了 你了 欢迎来到我陆小葵的房间 喜欢吗 全部扔掉 不行 他们都是我的好室友 就跟你一样 你看他 跟你讲得多像啊 唱得这么开心 小心 今天有没有乖乖喝水水 不要担心哦 妈妈不会把你丢掉的好不好 你看他们三个 他们三个在盯着你看 他们在欢迎你 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了吗 哦 对了 我要给你隆重介绍一下 这是我最好的闺蜜 他叫真妮华 真妮华 跟真冠军打招呼 真冠军你好 我是女虎 打扰了 我先走了 拜拜 亲爱的各位室友 现在是不是感觉 整个家焕然一新 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对明天充满了希望 是不是特别庆幸 时尚品味超凡的我上 真冠军成为你们的室友呢 我咋感觉这不太像家 有点像陈烈式 你说的没错 生活在于陈烈 要勇敢地把自己秀出来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叶比叶使劲造 净扯毒的 那不是海明威说的吗 有关这栋房子的一切 最终解释权在真冠军 在真冠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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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法 来 帮我挂一下 嗯 嗯 好啦 大家赶快过来 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 新室友 真冠军 你不会是要发朋友圈吧 当然不会 我哪有那么缺的 发媒体 嗯 嗯 嗯 今天开始 我们四个人 就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只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让我们一起珍惜 在一起的时光 来 手手 一起迎接明天的阳光和雨露 一起面对风雪 一起茁壮 成长 那茁壮成长 到底要找多壮 麻烦说话前西山上秤好 我刚胜过 十七公斤 只剩头吗 小汪汪 她不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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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伯伯 嗯 是我 小葵 吃晚饭了吗 嗯 嗯 明天第一次正式上班 是很厉害的公司 嗯 我也好好加油的 好 我更回去看你们哦 给你们带好吃的 对啊 嗯 伯伯 我这里有点急事 我先挂了 明天打给你好吗 嗯 好 拜拜 五 四 三 二 嗯 就是在晚上八點半到九點半 全球熄燈一小時 為了激勵人們 對保護地球的責任感 也是對全球共同抵禦 氣候暖化的行動和支持 現在就讓我們拿出實際行動 來保護地球了 呸 呸 呸 蠟燭會熄滅 但是心中的理想不會 對 加油 都抵挽放 踩到課程裡 蠟燭會熄滅 中泳 排呼 對 可以 今天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陆小葵 陆小葵 什么东西 干吗干吗干吗 陆小葵 快 你抓住他 你快把他拿走啊 快 有事啊 陆小葵 你逃给他呀 桑冕 去哪儿啊 丢掉啊 不行不行 他说我捡到流浪狗 他哪一点像流浪狗了 不管 我就是他说养他 我们去西枣枣好不好啊 狗狗 走喽 你有考虑过他主人的感受吗 金光队 我陪你买狗的物语度 新用你的啦 狗狗乖啊 不要泡泡好不好 没关系我会收养你的 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啦 每天给你洗澡澡好不好 我来哟 搓搓身体变干净了哦 舒服吗 真冠军 你来帮忙啦 走 你怎么差点净啊 出院了 你说啥玩儿呢 我不看你们这些时尚人 是每天都穿个大睡衣吗 我也给自己改了一趟 不合身吗 我觉得好帅啊 又没有问题 等等 是我欢听吗 我怎么听到有狗叫 还是外面真有狗啊 你在外面有狗 那我算什么 你 开吧 真的有狗啊 我今天晨练的时候 捡到它的 它好可怜啊 跟着我一路 我们收养它吧 我拒绝 为什么 它身上有跳蚤 还带有细菌 还有许多人类未解之谜 我无法跟一个 不能沟通的生物生活在一起 况且它们会随地大小便 还会吃自己的屎 你可拉倒吧 人家可不吃自己的屎 它们都互相混着吃 我保证 它不会进你房间的 你们仨每天都要工作 谁来带它散步 谁喂它吃饭 谁帮它打扫卫生 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拒绝不负责任的收养 从我做起 可是 一般上班族都 都养狗的啊 一个人都能养 何况我们有四个人 可不得又负责 养小狗啊 你不要一一步行 你有问过它的意见吗 或者它是一只 向往自由的狗呢 喂 阿姨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孙飞呀 是孙飞嘛 弄好久了 你们看吧 我就说了 它是一只向往自由的狗 它想飞得更高 可是它今天跟了我一路 证明它想跟我回家呀 那是因为你身上有什么 还是别人的什么 我们就把它当作新室友嘛 你不也是我们新室友吗 我能和狗比吗 狗能和我比吗 孙冠军 你别老往坏处想嘛 你看我们多了你一个新成员啊 整个家都变得那么漂亮 如果我们再加一个小伙伴 不是增添很多乐趣吗 对吧 珍妮 其实想想 养小伙伴也不是什么 对啊 对啊 狗还可以帮忙看家 一切最终解释权在真 仔细看看 她长得身体挺可爱的 爸 你是二零一六年 春夏最新款式哎 你叫什么名字好啊 你看她会笑的嘛 叫她小咪咪 咪咪笑 家里已经有一只小鸡了 就叫灰鸡好吗 灰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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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猫 傻 傻什么 S H A A P Y SARP SARP 曾冠军 你也蛮在乎她的嘛 可以给她取名字 SARP SARP 这么特别的名字 是你的英文名字吗 SARP SARP 快点 快点 喜欢哪个名字呢 SARP 快点 喜欢哪个名字呢 SARP 这灯牛肯定给我八字不合啊 江冠军 你今天压力一定很大吧 来 喝牛奶 明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加油 江冠军 江冠军 我告诉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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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清晨的新鲜空气 进入我们的身体 要温暖的阳光 抹我们的脸庞 又是新的一天 又是崭新的开始 童谣 你有什么梦想 妈 童谣